插座一年卖出67亿,抢占一半市场 公牛集团创始人阮丽萍出生于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之一浙江慈禧 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他顺利进入了杭州机械研究所 继续研究工作 当时他有很多亲朋好友做插座销售的活 把他在杭州的住处当成了一个中转落脚地 于是他也顺手做起了倒卖插座的生意 但是作为技术人才的阮丽萍一眼就看出了市面上大部分产品都存在着严重缺陷 甚至存在着安全隐患 整个行业的乱象丛生 让阮丽萍决心自己亲自做一款用不坏的插座 于是在1995年 公牛电器公司诞生了 靠着高质量的产品 公牛插座的崛起速度便一记绝尘 公牛成立仅六年 便拿下了超过五分之一的占有率 成功地崛起为行业龙头企业 现在的公牛集团 牢牢把控着将近50%的市场份额 并连续20年市场占有率稳坐榜首 直到现在国内市场90%的插座用的开关 仍然是当时公牛最早设计的按钮结构 消费者是这样评价做了26年插座的公牛的 公牛价格贵 但质量好 去买插座都直奔公牛 可以说它的质量垄断了市场 就是这样的国民认可的插座品牌 公牛集团接到了反垄断调查告知 并影响了公牛集团的公司股价 公牛集团被反垄断调查又是因何而起呢 公牛凭着过硬的质量 拿到了很多国际大牌 菲利普 西门子等的订单 并借鉴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 搭建了从研发到售后 从质量管理到人员 设备 厂区环境管理的全流程体系 公牛顺利杀进了美 德 法 日 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高端市场 在国内 2015年有USB接口的小米插线板的推出 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抢购热情 2015年 光是插线板 小米就年赚1.25个亿 公牛也迅速出击 先是靠价格战吸引火力 紧接着推出了新产品魔方USB插座和防过充USB插座 用较高的价格拿下了高端市场 不仅突围出了小米的阻击 还顺便开了一个新的产品市场 这种靠产品技术占领市场并不是引起反垄断调查的原因 我们接着往下说 公牛庞大的零售网络里 包括接近110万家终端商店 公牛跟这些经销商签订了一个含有专营专销限制的合同 代理商如果卖了公牛的插座 就不能再卖其他品牌的 并且对价格也做了限定 因为这种营销模式的排他性 可能会让经销商拒绝其他插座品牌的产品 也因此就可能对消费者利益和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利益造成损害 最后导致了公牛接受了反垄断调查 请关注我 观看更多深度资讯